眼前的狗很激动,似乎在偷吃什么东西 主人赶紧阻止了它 原来狗狗叫多多 一只长跟明星壮脸的牛头狗 主人是一名艺术家 跟朋友开了一家工作室 多多像个怪兽 最爱吃主人搞创作的泥土 比吃肉还兴奋呢 主人一脸惊讶地说 家里穷的要吃土了吗 但多多可不管这些 趁主人不注意 咬一大口就吞下去 它还是个拆家小能手 二哈在他面前都是弟弟 平时笑起来很憨 但笑里藏刀啊 你可别小看他哦 主人正在搞创作 多多想来帮忙 结果被赶走 突然他踩到了涂料 这下糟糕了 主人惊叫起来 原来多多正在搞艺术 看到地板上的梅花了吗 是不是很有天赋 突然他摇起一大瓶颜料 喷得满地板都是 原来他是一个抽象派的画家 还挺有艺术气息的 就是这一刻主人要崩溃了 清理这些涂料 让人更头疼 主人气得想顿了他 可惜现在肉少 只能压着怒火打扫卫生 然而涂料特别难清理 其他小哥快哭出来了 多多看着自己的艺术品 显得很满意 主人拿着球 吸引他出去 结果把多多带到坑里 报复心理很强啊 玩具球几秒就被他咬破 可以说是狗戒破坏王了 主人让他踢球 结果多多把球拱到水沟边上 主人冲上去赶紧抱住他 原来水沟很高 足足有四五米呢 就在两个月前 多多摔下去过 前肢却摔断了 跑起来像关公似的 提着青龙掩月刀 主人跟朋友打算 做个训练器材 用来训练多多 大家工作闲时 不仅能放松下 还能消耗多多的精力 还特意做了标志 多多看到后非常兴奋 马上就跟主人互动起来 大家都笑翻了 每人都玩得很开心 多多这边又能消耗体力 为了玩游戏 多多几口就把饭吃完 然后来到训练场地 这里有各种悬挂着的球 足够他玩一天了 在工作室 多了欢声笑语的声音 狗狗每天玩得筋疲力尽 也没有精力吃土 或者影响大家搞创作 现在大家反而担心 多多会被玩坏了 主人说 别看他一脸人畜无害 其实破坏力不输哈士奇 不过现在很好 同事们有了娱乐活动 多多也能参与其中 另外两位朋友 也不再对多多有意见 家里有养哈士奇 或者有很折腾的狗狗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方法不错